为了要了解如何吃素,吃得健康 陈修鹏师姐还特地到了素食餐厅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获得了许多的料理知识呢 她将营养丰富的甜菜根和酸甜的凤梨合炒 另外呢还自制乳包炖煮红烧甜菜汤 多层次的味道就成功地掩盖过甜菜根的土味了 想要知道各种的秘方吗 那您就等着看吧 见到新宿派健康带来 来欢迎我们这一位非常热衷推动养生素的陈修鹏师姐 师姐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的秀鹏师姐呢 现在非常热衷地推动养生素 但是曾经有一阵子呢因为吃错素 很胖 真的喔 没有那时候刚刚是在吃素所以你都不懂 刚开始不懂 对 不懂 从六十几胖到快七十 差不多也胖到快十公斤喔 对吧 你知道吗我二十五六年前开始吃素 我两年之内胖了十二公斤 不知道 好可怕喔 对 吃不好也有真的对身体不好 不只吃不好耶 还乱吃因为吃不饭啊 每一餐饭吃两碗一天要吃到五顿 你说怎么怎么不会胖十二公斤 那后来才 现在才懂啊 所以你现在因为已经非常懂得吃养生素 而且是在一家推动养生素餐厅里面工作 对不对 那么你今天要教我们做的料理有什么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个人最爱的红甜菜 有些人他很怕红甜菜 那这两道料理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材料跟调味料了 一大匙 花椒粒一大匙 肉桂二十克 八角四粒 黑豆瓣酱一大匙 姜片少许 干辣椒少许 奶油一小块 番茄糊一大匙 调味料有酱油两大匙 甜菜春卷 材料有甜菜根两颗 凤梨四分之一颗 苹果两颗 川卷皮半斤 调味料有盐少许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 皮小丸 皮当然不要吃了 这个就要怎么切呢 就是切块 切块切滚刀都可以吃 好像不能先切它 先切它丸其他的都 染色 染色 你现在要切 先切什么 好 然后 这是 这是白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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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 自己种的比较小 你在哪里种 你不是住在台北吗 我现在住在南港 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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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 所以那边其实可以找得到一块小小的地种吗 那个是 山底下 那里有水 有什么 有水可以种 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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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时间去种菜 你现在还有一个素食餐厅吗 有 你有时间去吗 有时候就用 加入时间 休假时间 又 你用早上 早上 起床 看菜 是不是 是6点多就起来了 你可以说台语 不要紧 来 这是什么 这是红枣 你的红枣 哪有这么小的 这是台湾的 有 小柯大柯的 这是我们本土的 台湾 这不是你自己种的红枣 没有 红枣 但是我们有去拍过苗栗那边的红枣 是真的小小颗 现在把这个全部放下去 对 这个可以先煮 好 然后呢 这是牛棒 牛棒切块 然后呢 西芹 西芹也是要放的 水滚了这些全部 在肉鲜包 番茄最后 好 现在我要看 先肉鲜包 对 好 现在 你现在要做什么 好 要来炒什么 从到刚刚这样 我们看起来很中式的汤 现在这个奶油放下去 就变成西餐了 是不是 对 姜 其实那师姐我很好奇 你那个时候 说胖了快10公斤 是吃到什么东西 是油 你只有光吃油吗 你是光吃沙拉油 没有 那时候 那时候 我刚吃素的时候 是在那间豆浆店 在做 你本来是在豆浆店做工作 对 早上去磨豆浆 下午就做中餐 它是卖荤的还是卖素的 素的 卖素的 对 然后你就到那边去工作 对 在那里工作 大概快10年吧 结果那个快10年就胖了 没有 对 那里烧饼 烧饼油条 它那个烧饼都不是 高热的 对 就是 一直吃就对 对 不懂得控制 现在 这个调味料 这个炒这个爆香这个就有趣了 它还加了一些 叫做 叫做 花椒粒 胡椒粒 然后这是八角 所以说 今天你是自己做的 調味包 对 这是 对不对 还要放干的辣椒 对 等一下那一块就 对 把这里的 炒香的调味料 怕包起来 再怕放进去里面 怕放进去里面 这样子就有讲究了 对 所以说 如果 我们那个 去买那个中药房配的 我们也可以把它拆开来去 去爆香 你这个是放的是番茄糊吗 对 你是为了那个 要吃素 然后才跑去那个什么素食餐厅里面工作 对 对 才会懂 那个时候 为什么要吃素 20几年前 为了身体吧 因为 那个时候就懂是为了身体好 现在的人才比较讲究是健康素 以前是为了 为了 为了 環保也不是 是不是 大部分都是为了 那个什么 慈悲 对 就是想到 不要跟动物吃 吃药物 请问这个是什么 这是 豆瓣 豆瓣 对 对 好香 因为用砂布包起来就是 胡椒 因为一小粒一小粒 对 比较不会说粗的时候 一下子有那个颗粒 那不行 有的是没关系 可是有的就 有的就不喜欢 好 那我来帮忙把它 把它这个 放在这个 好 这个就由我来做了 甜菜是当时要放的 甜菜等一下 等一下 现在还不行 是不是 可以等一下放进去的时候 辣椒 辣椒不用炒 不用炒 没关系 好 现在就是把我们的调味 调味包 通通放进去 你这个小纱布袋有够吗 够大 够 那我就把它拿到旁边来一点 那您的第二道菜就是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是苹果 苹果 然后先切凤梨 这是凤梨 好 现在来看切凤梨 然后 那个肉桂的香味很浓 对 凤梨是切 切 切丝 切丝 OK 来 好 现在我们看到那个 菜刀一切的那个甜菜根 它菜刀就整个都红红了 对 对 然后这个再把它 绕一圈 OK 好 你看 满手都红红的 是不是 对 所以说不可以切完别的菜 再来切那个甜菜根 对 现在我把它绑得很牢了 好 那可以放进去了吗 可以 好 来 我的手油油这样 我来放 直接丢进去了 可以 可以丢进去 好 好香 这个可以拿进去 好 这个时候 红甜菜根放下去 这一包特别的 对 放下去 这么大一锅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的材料 因为我们的锅子比较小 刚才我们的材料 其实可以炖的是 Double 对不对 汤可以多一点 可以是一倍的汤 所以说师姐 我们很多的人 是不敢吃甜菜根 对 因为它有一个土腥味 那你是说 这样处理完 没有了 不会 好 这个差不多要炖到多久时间 它才让它 整个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三张分钟 差不多 差不多 好 然后你这样子 含情默默地看着它 欣赏它之后 我们就要来 开始来卷那个什么 甜菜春卷的是不是 对 我先炒了 你要炒什么 这些东西不是都可以生吃的吗 可以啊 就给它炒一下 炒一下会比较 好吃吗 炒凤梨 讚 炒凤梨 来 所以说我们其实要选择当季的食材 来 那么甜菜其实有季节性喔 嗯 这种 现在是季节 就是农历年前到春天 对 这是季节的时候 不但这样吃 还可以拿来做 我最喜欢每次吃之前先来玩一招 让 好 口 有没有红 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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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了 你看 这样 都不用花钱埋口 对不对 我跟你讲是现在我有擦粉 我如果没法粉 我这个拿来涂这里 好天然的腮红 而且涂完以后 再把它吃掉 有没有很喜福 就不要用到化学的化妆品啊 是不是 这个 是那个叫做 推动有机 生机饮食的李秋良老师教的 你知道 她说直接这样 还是可以打扮得很漂亮 也不用花钱买化妆品 好 现在呢 甜菜羹再加上凤梨 好 来 我们先 你看这个 已经变成这样的颜色了 对了 其实我这样来吃吃看 它炒完以后 不要吃饭有没有一点鲜度 它应该会不一样了 不敢吃甜菜羹的人 就不一样 什么头味 完全没有了 对了 那个凤梨的酸味 还再加上那一点盐 完全没有 最后把苹果 前放下去 对这个 我刚刚真的以为你是生的包 其实真的 如果只是真的来包一包 这么简单 不会来表演 一定是有特别的处理方法 你看 这个是全世界最漂亮的颜色出现了 这苹果就没有炒了 只有给它拌一拌就好 用拌的 请问这是什么 马铃薯饼吗 没有 那豆腐 豆腐 可以做豆腐饼 这可以做豆腐饼 但是你今天没有教就对了 对 是不是 没时间 这你以前 你小时候有买这个吗 对不对 所以不是买现成的塑料 而是自己做豆腐的饼 炸好的豆腐饼 然后放在上面 好 这个是等一下上桌 让客人来放 然后 现在我们就要来请你包了 是不是 我们来包一份好吗 我发觉 你加盐真的很棒 这样有些人会加点糖 你完全不用 盐加下去 它会把 凤梨的甜跟酸 还有苹果的甜味都提出来 然后 报告师姐 那个汤可以喝了吗 可以尝一小口了吧 不要 然后我可以 调味 调味一下 调味调什么 盐 就这样包了 对 吃就直接这样吃吗 你要炊开吗 炊开 炊一半 好漂亮的粉红瘦 然后 酸酸甜甜的味道 然后 甜上根的染色 就会让你吃完了这个 春卷之后 有如化妆般的美丽 然后也很健康 很好玩 然后 我们再来吃一个 叫做 汤 这个还是要放进去热一下 好 然后 我来尝一口 这个美丽的汤好不好 调味包里面的番茄酱 让它的颜色 就释放出来 刚刚好 而且那个蔬菜所有的鲜味 都在里面了 好 我们呢 如果说真的买到了甜菜羹 又怕家人不敢吃 那你就用这个方式来做 又漂亮是又好吃 感恩你喔 甜菜羹两吃 红甜菜汤 做法是取皮的甜菜羹 红萝卜 白萝卜 番茄切块 西芹切小段 牛棒切片备用 以奶油起油锅 放入姜片炒香 再加入白胡椒粒 花椒粒 八角 肉桂 番茄糊 黑豆瓣酱拌炒 待香味完全释出之后 与干辣椒一同放入棉布袋里面 成为乳包备用 汤锅加2000cc的水煮滚 再放入红枣 红白萝卜 牛棒 西洋芹 熬煮约5分钟 再加入甜菜羹 番茄 乳包 续煮15-20分钟 食用之前 再加入酱油 豆腐饼 或者是其他喜爱的配料 烧煮一下就可以了 甜菜春卷 做法是去皮的苹果 凤梨切丝 甜菜羹切丝备用 起油锅加入凤梨炒至出水之后 再加入甜菜羹盐翻炒 接着熄火 放入苹果拌匀盛起 食用之前 以春卷皮包卷起来就可以了 哇 没有想到在这么热闹的购物中心里面 会有这么样一个迷你的农学市集 哇 想不到耶 这边居然还有高品点心耶 你看 松软细致的戚风蛋糕 还有当面的芒果起司塔 好可口喔 老板 请问一下你们都是礼拜几来这边吗 我们过定每个礼拜四都在这里 只有礼拜四而已 对 其他时候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室接订单 所以你们有自己的工作室 在哪里啊 在大同区 大同区 我等一下就要去大同区耶 老板 那我可不可以顺便去你们那里参观一下 当然可以啊 没问题 太好了 感谢你 这里是三十七岁的林志豪每天与面粉共舞的地方 三年前他决定创业自己成立烘焙工作室 从采买、制作、包装、贩售全部一手包 常忙得不可开销却还是这么爱做的他 竟然说他以前是很不爱吃蛋糕的耶 后来去日本以后因为日本天气比较冷嘛 所以吃甜食的机会就很多 就偶然才发现说 为什么他们的东西吃起来这么舒服 一直吃一吃的时候 你不会有反胃啊 或者是觉得口干舌燥 甚至是很腻的那种感觉 因为在日本爱上甜食 林志豪进而攻读日本的料理学校 在拿取证书之后 立定之项要在这一行做出成绩来 并且把它认定的那种舒服、自然、甜而不腻的感动 注入到西点之中 一般做西点的粉料啊 不外乎奶油、面粉、糖、蛋等等 但是林志豪却特别地注重材料的品质 尤其是他所研发的起司塔 选用发酵奶油 水分含量较多 能够让口感更柔软 评加酸奶 取代少部分的奶油和起司 可减少油腻感 不过 这样成本不就更高了吗 因为我觉得这次是吃下去的东西啊 如果说你为了省那一些钱 可是让你吃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虽然短期内看不出来 可是长久下来的话 它对身体一定会有负面的影响 更令人赞叹的是 林志豪还坚持使用小农种植的蔬果 他说这样的蔬果不只是新鲜无毒 当即当令的产物 还能够让人感受到这时间的流动 就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其实已经是比如说春天了 草莓就出来了 那夏天芒果 秋天可能栗子 冬天苹果 这些东西 因为其实台湾真的 四季不是那么明显的话 我是觉得说如果可以让你感觉到 这个时间是真的有在跑的话 应该会比较 怎么讲 好玩吗 因为我觉得甜点它是个嗜好品 它不是一个吃饱的东西 那是不是就应该说除了吃以外 可以让人家感受到 其他的东西 每个礼拜 林志豪都会和这群小农朋友 一起出来摆摊 虽然得为此站上一整天 但是他认为 这不只是在销售它的产品 也是在推广友善土地的理念 那因为他们的里面 然后认识很多荣油 因为制法的话 因为它是卖那个点心类的嘛 那我们会认它的一些材料 用得非常不错 我家女儿就很喜欢 就是带回去给孩子吃的 它的食材用的都就是 不像外面有些东西 有些甜点就是食材可能会 就是我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东西 可是这边的东西至少我知道 它里面的原物料是哪些东西 就是有时候来定的时候 就是顺便看它做 对 然后拿出那些原物料那些 它证明什么都有 所以就觉得这边的东西 吃起来还蛮安心的 虽然林志豪创业以来 还没有什么赚头 但是我相信凭借着 他那一股脑儿的热情与傻架 一定能够完成愿望的 也许他的事业 就如同他形容自己的点心一般 没有低时间的经验 却有着长长久久 舒适踏实的存在感 完成了 请订阅一下 继续 设计 继续 适当 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